你好,中美珍霸惠,大家好 這部影片出現8月26日 星期六那天,香港時間 知道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Jackson Hole 表達需要 政策調整 指向的是減息 市場就說 一定是9月會減息 但是呢 我們會看回 鮑威爾自己的說話 又或者是有不同的金融專家 或者KOL去分析都說 喂,其實有一些因素 都可以令到聯儲局不減息 那待會說一下究竟有什麼因素 令到聯儲局很大機會9月減息 但也有可能最後不減的 一會兒會想跟大家說 好,那我們另外還有一件事 想說一下Talibian的創辦人 杜羅夫在巴黎被捕 這傢伙在俄羅斯出身 但是他一點都不愛俄羅斯的 他可以說是入籍了 是法國的 總之呢 這傢伙呢 是一個黃絲來的 可以說 他在香港術語來講 但是一個這麼黃的人 Telegram的創辦人 甚至香港 黑暴的時候 Telegram都有很大的作用 現在這傢伙為何會被 在法國被捕呢 一會兒會想跟大家說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 何志剛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片出 提一提 我覺得真的很噁心 就是台灣這傢伙 林毓廷 他的樣子沒有一分是女人的 他完了 拿完金牌之後 當然他以男人的身份 驗完基因是XY之後 他拿完金牌 他事實上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分是女人 我相信他沒有吃女性汗染毛 他也沒有做變性手術 那基本上我都不承認性別可以更換 就是所謂的變性手術 就是他沒有做設賓州 簡單直接說 他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他就說 我不是女人 誰是女人啊 什麼是女人啊 這個呢 叫做指鹿為馬 他不是假扮女人 而是他說 他完全以一個男人的外形 男人的體格 跟著呢 連基因都是 是沒有花沒有假的一個男人 XY的 跟著就說 指鹿為馬 他們說 我是女人啊 我不是女人 誰是女人啊 那就是呢 這種呢 現在是 你 我們小時候聽到 秦二世的時代 趙高指鹿為馬 他明明看到一隻鹿 硬說是馬 那就測試 朝廷的人 有誰夠膽 跟你趙高不同調 那他就迫害那些 秦國的大臣 秦朝的大臣 那現在呢 林毓廷呢 他後面呢 就有猶太勢力 有拜登 民主黨的勢力 總之有猶太資本的勢力 撐他這麼無恥的指鹿為馬 台灣當然被美國滲透了 被猶太人滲透了 他很明顯就是一個猶太人的代言人 他現在索性 連假裝女人都不做 去指鹿為馬 這個是對社會的道德 一個敗壞 很深遠的 我覺得 我們中華的文化 我們對指鹿為馬 十分之討厭 有些人搞不清楚概念 他說有些人要假裝女人 做人妖 他做到恥 扮到恥 然後就說 我不是女人 誰是女人 他說這句話呢 起碼 他都叫做有些誠意扮女人 他連扮女人的誠意都沒有 然後呢 台灣說他被國際級霸凌 現在他是霸凌我們每一個中國人 因為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男人 但是他現在說我是女人 然後你不承認他是女人 就是霸凌他 即是他在指鹿為馬 我覺得這件事很作偶 這件事 我們再說一說 Telegram這件事 Telegram這件事我都不說得太久了 要快 總之這傢伙呢 他創辦了Telegram的時候 其實很快 Telegram變成2014年 烏克蘭那時候顏色革命的主要工具 14年呢 14年年頭 烏克蘭有一個這樣的政變 顏色革命 然後年尾就有佔中了 我記得我14年 我還是黃絲的時候 onqq的時候 我就去佔領區 認識了不少的人 他們都說要開Telegram的聯絡 那時候我不知道Telegram是什麼 我參加佔中就開了Telegram 在那個年代裡面 杜羅夫就說要對普京舉宗旨的 即是說 他發明了這個Telegram的時候 西方覺得 嘩 用來搞藍色革命很棒 因為呢 你去通訊聯絡的時候 Telegram是懂得 如果你設定了 那個方法就是 你看 對方一看完的訊息 那個訊息 看完之後 就 或者甚至說明了 一開訊息去看 限幾多分鐘之外 就那個訊息自動毀滅 即是那個玩法 真的好像你小時候看007那種玩法 什麼 James Bond 收到的 他們英國 MI6的訊息 看完那個 那個資料 那個錄影帶 什麼東西都好 就自動毀滅 那個秘密呢 只是 007 James Bond 看到 那就是這樣的故事 即是呢 Telegram呢 基本上呢 他很多設計都很間諜級 那就是 他說保護私隱 事實上呢 就是想搞顏色革命 那這傢伙呢 可以說一句呢 他直接都離開了俄羅斯住的了 因為2014年的時候呢 普京那班 就是說 就會追問他 那時候有很多人 在搞烏克蘭的顏色革命的時候呢 有哪些賬戶的資料呢 問他拿 杜羅夫就拒絕了 不給了普京 那就是這篇文章 就這樣寫了 那但是簡單說 最近出什麼事呢 最近呢 是因為呢 美國啊 或者很多國家呢 或者關於俄烏戰爭呢 雙方都很多人呢 用Telegram 那所以呢 美國那邊呢 就很想要杜羅夫呢 將Telegram裡面一些的信息呢 交給美國 拿來呢 就打擊 美國敵對的勢力 譬如說 俄羅斯啦 如果俄羅斯那邊有人用啦 或者說 你反過來呢 在以色列那裏 那裏 那裏有些 可能哈馬斯的 有些人用Telegram 那他就想說 拿到這些 要數據 要杜羅夫呢 交出 那這裏就說嘛 杜羅夫再拒絕 為美國和以色列 提供用戶信息 那 我想呢 杜羅夫呢 不肯交一些 用戶信息 給美國和以色列呢 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呢 以色列呢 是在搞種族滅絕的 是全人類公認 是仆街的 他可能很認同美國呢 搞顏色革命 搞其他國家 但是認同不到啊 這些白左來的 認同不到呢 內塔尼亞湖這樣 去赤裸裸 去種族滅絕啦 所以他就不肯 交給美國和以色列 將這些資料 那現在呢 就說他那個 Telegram呢 就支持恐怖活動 戀童這樣 喂 如果是支持恐怖活動 或者戀童的話呢 其實Telegram 可能很早已經支持 恐怖活動的了 在香港搞黑暴 那些人用Telegram 在佔中時候搞Telegram 不一樣是恐怖活動 撲你個街 是不是啊 搞亂社會用Telegram 很多黃絲用的啦 我記得 在1999年 那你現在才拘捕 那很雙重標準啦 就是說 Telegram拿來搞香港 就是民主的工具 現在你不給 以色列去屠殺 又拿路訊息 去把握屠殺哈馬斯的人呢 那你他就是 啊這個就是支持恐怖活動了 美國這個國家呢 你跟他講什麼反恐那些東西 完全沒有意思的 他就是最 美國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 的金主 啊就是這樣啦 那OK 那我們最後呢 講一下這個 聯儲局的問題哈 其實呢 聯儲局那邊呢 他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 政策調整時間已經到 那下面會講了很多關於 減息的東西啦 並且方向明確 但減息的節奏 取決於 未來取得的數據 發展前景及風險平衡情況 那後面這句就講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他起碼提到就是減息 前面的政策調整的時機度 是指減息 但減息的節奏是取決於 未來 取得的數據 發展前景和風險平衡 那就是說呢 其實按我所知 聯儲局呢 就在很多的經濟數據上面呢 是造假的 譬如說他最近呢 就對呢 今年年初 2024年年初的 一些造業數據呢 他是重新修訂過 就是說剛剛出來的時候 那些飛龍呢 全部都說 哎呀好厲害啊 好厲害啊 那樣 好多人就業啊 經濟呢 隨時有過業的可能性啊 所以不減息 但是去到現在他想減息的時候呢 又拿一個數據來講 就說哎呀 我要修訂回年頭的數據啊 因為這些數據呢 有計算的錯誤啊 等那錯誤 你說一條整就少了 四五成 哦 就是說那些新增的就業人數 你原本說三十幾萬 現在縮到十幾萬哦 那基本上呢 那個造假呢 太明顯了 如果是這麼說的話呢 聯儲局呢 已經是無恥到呢 想怎麼造假就怎麼造假 他想加息就加息 減息就減息咯 是不是啊 他想加息的時候 將那些數據 呃 原本很高的通脹 之前是掩藏就說不高 到他想加息了 不是說通脹很高 那就急加咯 二年就是這樣做呢 到他現在想減息 那當然他還會做過數據 就說哎呀 美國的通脹呢 已經跌穿三個percent 2.9了 和兩個percent 不是都有點距離 但是已經跌穿三了 那就是減息了 那就是說呢 那個數據是任他沒有的 我相信美國的通脹率呢 不止三個percent 不過他做數做到2.9 那同一道理呢 如果下個月頭 他想不減息 他就把通脹數據做回多點就可以了 那月頭不知道 8至10號左右 就知道呢 8月的通脹率 那個數據出來啦 那個通脹率的數據 那當然就拿來 影響9月加還是減息啦 但是那個數據是經常造假的 所以那個數據呢 只要做回三點幾 那些什麼飛龍啊 就業那些失業率又啊 他喜歡玩玩什麼都可以 就是說呢 聯儲局 是需要減息的 因為美國國內呢 有這個需要 但是呢 鮑威爾是想玩鼓滑 就用一把口 去暗示9月會減息 跟著呢 逐個市場就自己會有一些減 就是有一些對減息的期望呢 就化為一些呢 在經濟上的一些現實 那呢 希望就 出口術 去刺激經濟 沒有花過一元一毫 我說阿張會減息而已 就會呢 有一些呢 對經濟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影響 喪嚴的影響 沒有直接減息這麼厲害 但是已經有影響了 這個是聯儲局出口術呢 是經常做的 那所以呢 可以說一句呢 他這次出口術之後呢 他可以夠膽呢 9月是真的又出 令這些數據 反口複懾 說不減就不減了 那什麼因素 影響 聯儲局減還是加呢 我想主要呢 就是看賀錦麗的選情 如果賀錦麗的選情 他們評估之後 覺得 有機會 贏 那他有可能就說 算了 反正賀錦麗也挺好啊 那他就 哎 對 限制 就不減息 大選後啦 那樣 又或者 如果他覺得 賀錦麗呢 選情很危 他就立刻減了 這個是純政治運作的 和經濟數據沒有什麼差別的 老實實呢 現在美國的經濟形勢 當然 他是需要減息的 因為民間很多人都說 生活得很苦的了 認識很多美國那邊的朋友 但是 沒有的 就是那個金融戰呢 美國是不服氣的嘛 有些文章就說 美國已經認輸了 這個金融戰呢 已經美國戰敗了 我始終呢 我都不是很buy這個說法 因為呢 我就算美國減息 我覺得呢 只是為 令到美國國內呢 可以喘一喘氣 當喘完氣之後呢 可能減息 可能沒有多久呢 又加回 跟著對大陸呢 繼續打金融戰呢 這個不是沒有可能 而且呢 猶太人呢 基本上呢 對其他人呢 看其他美國人 或者全世界的人呢 他們當不是人的 有可能呢 不管那麼多 就算開始了減息呢 都不會減很久呢 就要加回 因為保住美元呢 是對他來說 重要過呢 救經濟的 保... 所有的東西 聯儲局的工作 只是保護著 猶太財團 華爾街財團 的利益 其他人的利益 他可以罔顧的 所以呢 就算減息你也不要那麼開心 第二件事更加重要的 就是可以不減息 先說到這裡